哈利 各位親愛的老天們跟來聊 今天這一集是回答小老弟的問題 有小老弟在問說 我之前推薦第一名的這個 No Man Sport Case 跟我前幾個影片在講說 Castmate是一個Ultra Tough的這個保護殼 我覺得很厲害的 到底哪一個是第一名 那你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可能這兩個殼你想要選一個 那我是覺得第一名當然還是 No Man Sport Case 那因為這個殼我細細的來講好了 我先把它拿開 不過其實這個是不同類型的殼 所以我來跟你談的話 這個No Man這個殼 我說應該是我現在用到全部的裡面 我給它第一名的原因是 第一個它的這個 這種很像烤漆的這個觸感 摸起來很舒服 另外它的邊呢是這種 凹進去的 好像一個凹槽 所以你在握的話它會有點窄化 所以這個殼摸起來很輕薄 裡面呢又是有這種絨毛的這個防護 所以這個質感啊都非常的好 按鈕也是金屬的這種按鍵 也有三顆按鍵 Pro系列這個動作的也有 然後整體的這個 比如說鏡頭框加高啦 或者這種塑料啊 我覺得這個殼非常好 這種開孔什麼都很精細很漂亮 裝一次給你們看喔 所以它第一名的話 我是覺得是這個是 因為它就是很輕薄有質感 然後各項的設計 應該是說現在的人 你們應該是比較喜歡輕薄型 然後又有防護防摔的這種感覺 但是你又要有質感嘛 那這種按鍵這種有金屬的 跟你普通的塑膠按鍵就差很多耶 這個殼1580大概1600塊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啦 所以我給它第一名啦 而且又那麼薄 這個拿起來超級舒服 然後它這個磁吸啊 什麼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它是平整的 它整個這個背板都平整 你在摸的時候 是非常的滑潤的 這個第一名絕對無誤啦 如果你這兩個硬要挑一個 我是建議NOMADE這個是第一手選 但是為什麼我說這個 CASMADE這一個 如果你有錢我建議 如果你喜歡透明的 我覺得這一個可以入手 因為你會很想要一直裝這個殼啊 我跟你講說這個殼 就是有一個很奇怪的魔力 就是說 第一個它的這個背板很奇怪 它這個凸齁 凸起來它雖然是可以完全站立的 因為它這個四個角都是凸的 就是有一圈這樣圍出來 所以它這個你從側面看的話 它很厚喔 因為它後面凸了一小塊出來 而且是做梯形的 那它做這個梯形就很奇怪 你手感在拿的話 就是會比較好抓握 好像有一點變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這個這樣子斜切的話 你會就是你會感覺到說 它這個手機好像有變小 而且你在拿的時候 多了一個東西可以去 去勾住啊 就是 所以它這個很奇怪的一個手感 就是你一般而言 你不會有這種 就是你現在很少手機殼 它背面這個凸起的這一圈的話 會這樣子斜進去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殼很特別 然後它這個垃條一根一根的 就是有強化 所以它的這個邊不會軟爛 不會像說你有的這種透明殼邊 你們很害怕買來的時候 這邊好像不服貼 有撲起來或什麼 它都不會啊 所以它這個你在裝 你就不會怕說 它的邊會跑掉 它都不會很平整 然後它的這個四個角 這邊有做這種圓潤的這種造型 所以你的這個無名紙跟小紙 在抓這種 一般我們很害怕這種殼邊不好抓 這比較厚啊 然後它這個就是圓潤的 所以你這個在摸都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殼就是很厲害 然後它這個磁吸又很強 按鈕又很好按 這個透明殼我就很喜歡裝啊 我裝一次給你們看喔 我就不清潔了啦 我就直接裝了喔 所以你第一個你看上去就是說 它的這個邊都是非常的服貼喔 邊邊角角都很服貼 你根本不需要說 有的還要用吹風劑去吹 它就是很平整 然後它這個又很精透 你看起來就是 他說這個有加入抗黃跟抗菌的成分啊 所以它也不會那麼的容易去變黃 可能也要一陣子啦 然後再來就是說按鈕的話 PRO系列又有三顆按鈕 磁吸又強 然後這個又有這種熱條 一條一條的 這個有熱條的話你就不用清潔 因為你看不出來髒污了 然後我覺得它就很好抓握啊 我跟你說如果你是一個殼 你要去比 如果比如說你們現在有說那個什麼Castify啊 或者甚至犀牛盾啊 或者原廠的保護殼啊 我覺得這個都比他們好 我是覺得這個是真的很不錯啊 然後因為它這個凸起來啊 你就很喜歡去正面的這樣放下去 就不會去想說 像我們那個透明殼有時候 你會很在意說它的外觀 你在擺放的時候會怕刮傷啊 會怕一些什麼 這個殼它就一圈這樣凸起來 你就很想要去隨便這樣子丟啊 那它的防護又4.8米 高防摔的啊 這個 4.8米 所以第一個你這個殼拿在手上超安心的 第二個就是按鈕超級好按 磁吸又強 然後這個你就很想要隨便這樣亂裝亂放 所以這個殼 雖然沒有辦法跟Nomade的 因為Nomade這個很輕薄這種平的去比 可是我覺得它應該也是在透明殼前幾名 前三名跑不掉啦 透明的如果有戰力的就第一名啦 所以我說它是王者 這殼真的很不錯啊 它只有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它這個凸起來 如果你要用這個MagSafe去吸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有一個 有一個落差 可是它磁吸很強 就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那頂多是這個磁吸的問題啊 其他都是還是都吻合啊 只是說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兩個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不會說 整個系列就只會用一個殼 我們殼會換來換去 所以我說這個殼 我很推薦就是 如果你要有透明的時候 透明保護殼的時候 我第一首選一定會裝這個啊 我們之前有講過什麼透透力 什麼那些都很好 可是 現在如果你要有一個 這個就是我隨便這樣亂弄 亂站立或什麼的 這個是我的第一個首選 所以我是非常建議這個也要入手 這個 這手感很奇怪耶 但是如果你真的這兩個之後 一筆錢的話 當然還是買Nomage一個啊 因為Nomage一個是真的是 這個是很輕薄的 天差地遠的 這個等於說輕薄又有質感 你拿這個出去人家就會看這個 但是你現在拿這個的話 你也會覺得它也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要怎麼辦 你會自己去想啊 所以兩個都要啦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筆錢 你先買這個 那再存錢買這個 因為這個也很好 對啊 那如果你是完全以透明的而言的話 這個就不要 你就先選透明的這個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不錯 好吧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裡 然後希望對你還有幫助